在这份规划当中 粮食安全的相关内容占了很大的篇幅 咱们老说吃饭那是天大的事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多个部委 共同推进的优质粮食工程 就是这么一个让大伙能吃得饱 吃得好 也让农民能赚到钱的重要工程 大米要好吃 首先品种得足够好 比如您看广东云浮这一片稻田 金灿灿的 但是您可能想象不到 这些水稻是用竹子和水稻 远远杂交出的新品种 这种水稻在生长的过程中 具有抗液温 高抗碎温等特点 加工出的大米米粒细长 米香浓郁 做成米饭吃起来清甜 甘香 弹牙 有了好种子 种得好也很重要 俗话说干什么事都最好从娃娃抓起 在湖南里县当地从水稻的娃娃时期 也就是御秧插秧开始 再到田间管理 水稻生长的每个关键节点 都有专门的社会化服务机构 来帮助种粮户 这样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水稻质量稳定 产量也有保障 在湖南齐阳这里同样是水稻的主产区 农户周后腹种植的300多亩稻田 享受到的是企业提供的保姆式服务 保姆做得好 粮食的品质就没问题 好原料再配合先进的加工工艺 才能生产出优质的粮油产品 近年来 各地通过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不仅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吃得更好 也进一步活跃了粮食市场 促进了重粮农民增收 像吉林省多年就没有启动最低收购价 连续四年水稻市场化收购 平均价都高于最低收购价 每斤一毛到一毛五 每年带动农民增收十亿元以上 像江苏省水稻优粮品种覆盖率 超过了90% 其中幼稚食味稻种植面积超过三分之一 年均增长10%以上 价格也高出普通稻股 每斤一毛到两毛 某均增收200元 山东 河南等地 也陆续出台系列政策措施 合力推进 有这粮食工程的实施